讓大家更了解到這個選舉的金流 那我現在把時間交給金流百科 好,謝謝向榮 那我是今天,我是金流百科的提案人 我叫君洋 今天要先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要先跟向榮抱歉 那為什麼要抱歉,等一下要跟你們說 那第二件事情是要謝謝GTV跟向榮 為什麼,因為今天的金流百科 就是因為GTV的努力 才有機會讓政治現金透明 那政治現金透明之後 我們才能做視覺化 那我們看一下 金流百科就是在做政治現金跟公投資料的透明化 我們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要把政治人物的財務履歷 脈絡給透明 不只意識的過程 行為也要透明 那大家看一下上面這個是什麼 好,這是黃國昌的政治現金的申報表 好,再來 這個是什麼 好,那這個是黃國昌的政治現金 那這個呢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林大華的政治現金 都有一個特色是什麼 數字非常的多 非常的難以閱讀 非常的細 那這個呢 版面還不夠呈現全部的 最多的候選人申報可以到上萬筆 所以根本就沒有能力去查核政治人物的資金 跟他的來源跟收入 那這個呢 這個是柯文哲的政治現金專戶 這個是韓國瑜的政治現金專戶 大家看到都有同樣的問題 那這句話很簡單 選舉一定有風險 政治投資有賺有賠 投資錢應該想約說明書 那說明書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過往的政府的公開資料 都是以教科書的方式做呈現 我們改變了這一點 我們做金流的百科全書 百科全書有什麼特色 沒有沒有第二句話 就是圖多好讀 好學習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金流網站 用很直覺很友善的顏色 去呈現政治人物的金流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左側這邊呢 就是政治人物的資訊概覽 有收入有支出有各個項目的比例 下面呢就是我們最關注的問題 候選人的選舉資金的差距 這是目前最難以被呈現的 好 那右邊呢我們有出目 我們也有細目 細目就是從個人的支出 從公司到團體 用很直觀的圖表的方式 從他的流量去看說 這次的選舉到底流動 跟金錢的移動在哪裡 最後這邊的小地方就是 標案 我們都知道政治 現金裡面有很多公司 有很多團體捐贈 那未來這些候選人當選之後 在承接標案的狀況 我們也會如實的呈現 那接下來是公投 大家可能不知道公投有募款吧 我們看到了這一點 我們也發現公投募款的問題 去年只有兩個 去年有十大案 但是只有兩個公投有申請專戶 其中一個申報 愛家公投申報的金額是多少 大家猜一下 是零 另外一個是以和養綠的公投 他申報大概三千出頭 這都是我們目前看到的問題點 那大家可以上我們的網站看一下 很簡單的方式 其實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去學校啊 去大學在做教育推廣的時候 都可以叫學生 都可以叫同學使用這個網站 讓他可以用很輕易 易懂的方式了解我們的選舉 最直覺 最即時 最完整 從總統到議員 從選舉到公投 從公司到個人 從收入到支出 從2014到2018 到明年的2020 都會有 我們也串聯政府的標案 我們解決了 資訊不易流通的問題 特別是在政治獻金這一塊 我們也讓 龐雜難以理解的資訊 讓民眾很簡單的可以使用 我們也讓政治獻金 不再只是政治獻金 串聯 政府的標案 從靜態的展示 視覺化以外 也變成動態的串聯 政府標案 我們也讓民眾了解說 原來選舉的資源 是如此差距這麼大 我們有看過一個很誇張的筆記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夏龍可能 要選板橋 他大概目前募款金額 大概是100萬以內 那大家看一下去年議員 一個選區最高的申報金額是多少 3000萬 選一個議員要3000萬 那如何讓公民了解 選舉資源的差距 影響著我們台灣的政治選舉 好 我們不只做網站 我們還做倡議推法案 那我們今年呢 我們去監察院裡面 找一個最神秘的資料 叫做議長的財產申報 告訴你 這就是去過去GTV面對的 政治獻金同樣的狀況 那現在的財產申報 還是有這樣的問題 特別是議長 我稍微點名一下好了 邱毅森啊 張金照 顏利敏等等這些人 他們的財產申報有公開 但是你要去監察院找 那有沒有限制 有 一年只能看這個人一次 所以呢 我們找一個很厲害的人 在這裡 他 他用墨背的 把資料給背出來了 那我們未來呢 會在選前 公佈這樣的資料 直面 直接面對這些 龐大的壓力 但是我們不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公開的 向市議員呼籲說 財產申報很重要 一定要公開 好 那我們在今年順利的 推動一個法案 很簡單 叫做什麼 這就是我要跟向榮道歉的原因 在今年選舉開始 總統候選人跟立委候選人 的財產申報 必須在選舉登記前 就要公開上網 那過去是沒有的 過去都是你當選之後 才需要提供這樣的資料 今年 我們把這樣的資料 這樣的法案 推動成功 未來呢 我們還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這是我剛剛講的 選前就看得到 下個禮拜開始選舉 10天後就可以看到 未來呢 我們再做一件事情就是 資料交易的任何的 金流都必須要公開 特別是支出到關係人 親屬 特助等等的資料 都必須在政治現金前面 公開上網 那就是我們的理念 謝謝GNV 那金流百科 讓我們台灣選舉的金流 從1.0進到2.0 謝謝大家 謝謝